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来问最后面的老师 因为我觉得他很孤单 老师 我来了 老师请回答小二 老师你是国文科的吗 不是喔 那太好了 你随便回答就可以了 我们不勉强国文科以外的 因为你国中的时候 老师没有教好你们 所以他们都很忐忑不安 前面的 只有两句喔 老师 老师 你不要说你有阅读障碍的问题 可以抢救解救危险 5 4 3 2 1 旁边的人没有要理你 可见没有分数绑在一起 真的很危险 老师 你也不想理他就对了 临时组合 你们临时组合 所以他已经放弃你的 这边有人要救您 大家好 我觉得第一 就是说他为什么只有两句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 已经开始点出主词了 因为刚开始题目背影 其实我并不晓得他讲的是谁的背影 他用这两句 只有两句也是 不一个曲就是要加强读者的一个旋律 好 答对第一个了 很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 我觉得他是讲的写作方法 对 写作方法 不是赏息 开门见山 他哪有开门见山 他哪有开门见山 请各位记住 请各位记住 抒情文 前面几乎都不破题的 你不要以为这里有破题 然后没有破题 老师就发明另外一个叫冒题法 那如果直接破题就说 Open the door to see the mountain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不会写作的人才讲这种话 会写作我告诉你他在想什么 等一下我会讲 老师第一句是什么意思 我以父亲不相见以二年语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 这应该是要切换时间 好 然后呢 为什么要切换时间 因为他后面要做胶带 这是现在 应该是现在的事 他现在写这个文章 可是他是要做一个倒序吧 非常好 OK 他这个老师完全答对了 请各位记住 第一句 就是准备要时间切换 他现在是现在 可是他等一下要讲的事情 是两年前的事情 第二句 记住了 加强悬疑 他根本没破题 题目也可以叫父亲的背影 但是为什么是父亲的背影 他根本没讲 这个道理很简单 怎么诱发读者好奇心 各位一定有经验 有时候老师神秘细细的进来 第一句话 就要调学生了 来咯 好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这种老师神讨人业 快讲快讲 然后我现在要第二次调他 可是你们导师教我千万不能讲 然后学生大家都起笑 可是我也好想告诉你们 朱世青就做这种事知道吧 背影 最难忘记的是谁的背影 父亲 懂吧 再一次调读者 所以你看到真正会写作的人 他有时候一段只有一句 我们教写作敢这样教吗 没有棋 要什么开门见山 要破题 破题要怎么样 然后写个三四行 差不多比较平均 文章只有四段 你没有发现我把学生训练到写文章 只剩下四段 这个都错的 真正的朱清文 用现在的话 就是文学散文创作的主流 我们都把学生写成 教成非常僵化的形式 请各位注意看 第一句就是时间切换 真实的写作最迷人的地方 就在于作家可以自由自在的控制时间 请各位记住 你看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是说 我没有办法叫世界为我暂停 一秒停 一秒又往前走 一秒又往前走 但是作家可以 我要让时间变慢 他就变慢 我要让时间倒转 他就可以倒转 我要让他变快 你注意看 朱世青就自由自在在控制时间 所以你看每一个问题 我都要问你这个 要注意他真实的时间感 因为在写作里面 一个作家 可以控制文章里面 最迷人的东西就是时间 你看这个倒数 还有 为什么我要倒数 我最喜欢讲这个故事 因为他很聪明 可以藏住答案 我现在要讲一个 我最爱讲的故事 先问一下 有看过明侦探柯南的请举手 哇 很好 好 放下 喜欢看的举手 你觉得很爱看的 很着迷的 这有一半 好 请放下 我现在要开始讲明侦探柯南 明侦探柯南是一部看起来 像抑制卡通 但是百分之百的起字卡通 所以你越爱看了 表示刚刚举手不要后悔了 所以下次要举手 要先想一想 会不会掉入陷阱 明侦探柯南他的结构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有写作 你就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 我现在要把他跟一个国小生 写作能力合在一起 我先讲柯南是怎么做 注意哦 一开始柯南跟他女朋友小兰 还有小兰的爸爸毛利小兰 三个人开开心心的 时间往前走 参加一个party 因为柯南煞心太重 烦道之处必有人死 结果真的就有人死了 你看我们出门就看到死了 要怕死了 结果大家知道 毛利小五郎是个侦探 就在毛利先生 你可不可以侦查一下 那日本人有一个特征 第一个凶手一定会在现场 看热闹的被抓出来 结果柯南知道毛利叔叔不行嘛 所以他就跑来跑去 最后呢 就找到了四个到五个嫌疑犯 为什么 你有看过你是两百个嫌疑犯吗 有那么多嫌疑犯 那只有三十分钟怎么去描述 他们各自的嫌疑 那只有两个我乱猜也可以猜得到 所以在四个到五个 有一点困难的挑战度 就这毛利小郎就是 分かりました 真正的凶手是A 这凶有成竹 结果A一一攻破他的论点 那毛利就很窘 可是请各位记住 毛利很窘 为什么他还要存在 因为他是修持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修持格 这是什么 隐秤嘛 如果他很厉害 那柯南就没搞头了嘛 因为他的不厉害 才衬托着柯南很厉害 这道理很简单 如果没有张卫城 金城武就不会那么帅 各位懂了吧 OK 结果这时候 能不妨的 有一根银针 从空中飞出来 原来是从柯南的手表 对吧 射出来 而且每一次都射到脖子后面 你看如果射到眼睛 那就十一点才能播了 结果这个药效很快的发挥之后 一定有椅子座 没有椅子 柯南也会拿这种椅子给他做 你看我今天又精心带来 结果又用不到 做好之后 柯南很快的躲到椅子的后面 拿出他的变身领带夹 其实真正的凶手不是A 是B 那B也要狡辩喔 那这次狡辩柯南就一一攻破他的论点 日本的嫌疑犯凶手 有两个第二个特征出现 他会狡辩 但是很快就会良心发现 这时候就会痛哭 就会痛哭 他问中人就是我抬的 请各位记住 柯南的真正的关键 从头到尾都照着时间走 但这个凶手承认人是他杀的时候 你就去看卡通会产生个变化 突然画面变成黄色或黑白 因为他在回忆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这个凶手跟他的爸爸在吵架 他爸爸把他们家十亿的财产 都过激给他们家的米格鲁 结果这个儿子愤怒异常 说爸 难道我连一只狗都不如吗 他就说没有 你这个精神 连一只狗都不如 然后他就不小心失手 就杀死了他的爸爸 杀死他的爸爸之后啊 为了增加办案的难度把它搞成密室 杀人事件嘛 好 请各位注意看 也有跑来这边喔 时间又来嘛 这时候胖胖的木木警官 他比较瘦的 我每次都讲错 是白鸟警官 他就讲成白鸽警官 就把凶手带走 最后一幕 请各位注意 柯南还有他女朋友小兰 小兰的爸爸毛利小兰 三个人又开开心心的 赶往下一个命案现场 请各位注意看柯南的结构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常驻凶手是谁 因为我要常驻凶手是谁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改变时间 你看到我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小朋友 你让他写一个作文题目 我最快乐的一次交友 一定从六点半起床开始写 六点半 七点 八点 九点 十二点 下五点 坐游览车回到学校 又下大雨 结果又没有带雨伞 爸爸这时候出现 你看又变成在写父爱了 回到家就说 这是最快乐的一次交友 请各位注意看 如果是一个小朋友 没有任何写作技巧的学生 你让他当柯南的导演 我保证各位一定不爱看 注意哦 六点半来了 爸爸跟儿子争吵 儿子把爸爸杀死了 七点 天真无邪三人组出现 有人说死掉了 这时候毛利小偶狼跑来跑去 柯南也跑来跑去 在侦查凶手是谁 我问各位 这个跟你们爱看的柯南 有什么不一样啊 谁 谁 谁 你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讲的是观众或者是读者 你有没有发现 柯南 名侦探柯南的原始的结构 就是不断的常驻答案好愚弄读者 但是当读者变聪明之后 他就不看这种小说了 也不看这种卡通 如果这个国小学生演的这个电影 他的题目片名就要变成名侦探笨柯南 所以懂意思吗 真正会创作的人 他心里面永远考虑的是读者 现在知道什么 我要让他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 我要让他怎么样自以为是很益智 其实是在启治他 他就是一个角力斗智的过程 越会写的人越懂得这些技巧 你要是不懂 你以为说第一个就要破题 你要破题 你要知道为什么 所以只有论说文才破题 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我有多少能耐 但是抒情文不是 抒情文我要继续 我都是放在最后面才破题的 为什么 因为我要引诱你看到最后面 你如果没有这个sense 没有这个概念 你不会写 你看朱世青也是 他不是写现在 他要写过去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答案常在过去 他要做一次过去 然后再绕回来 可是我们在教学现场 我们就会说这是什么 倒序 对吧 那就讲倒序 我等一下会讲修持 犯了什么样的可怕的错误 因为你教修持 把学生都教笨 修持不是这样教的 OK 请各位看小三 OK 我要问这位老师 这位老师好像有去观过课 第二段真实时间是一个冬天不到 一个冬天不到那多久 多久 现在台湾人也是 办商事大概要多久 一个月左右 我问过一个最专业的答案 他说七七四十九天 OK 老师 请继续回答 速度很快是因为要 要准备把父亲的背影拉出去 不不不不 你现在是在讲后面 我现在只讲这一段 为什么他速度很快 跟后面没有关系 跟这一段本身的事件有关 我现在问题只有锁定在这一段 跟后面没有关系 为什么 旁边的子一老师也是默默看着他自生自灭 好像他们不认识一样 而且他马上把麦克风丢给他了 为什么 老师你现在要想一想 以后你的学生也是那种很紧张的 心情 所以你要怎么帮他放松 这一段不是要描写的状点 所以要快速带过 他不重要吗 是要交代说父亲 父亲的处境 他的心情 自己在情绪低落的状态下 仍然可以展现出 没有 我现在的问题是 时间为什么会变这么快 我的问题是这个 你刚讲的是后面的答案 为什么时间会变这么快 好 记住啊 我一直讲写作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时间 你每一段每一段看你就知道 他时间变化非常大 为什么一个多月的时间 七七四十九天 但是却四五行就结束了 为什么 还有人举手来怎么办 通常正常的学生是不会把麦克风交出去的 是不是因为父亲跟作者心情都很低落 所以不想多加琢磨这段时间才在一起吗 不是 对 老师你已经累了 所以你喝 哪个老师举手 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你自己感觉就要讲 你自己的感觉不讲 就会很像一个小学六年级想要猜灯笔 你知道答案但是不敢讲 有声音吗 对 有 我自己当过赏识啦 你会记得那些事情 很或短 那不一定 各位知道父后七日吧 他记得所有的细节 用很快速的时间 把人事实溜筐出来 让主宰进入内容 这个就是最典型的 没有受过填鸭式教育出来的结果 第一段就是要有人事实地入 我告诉各位 真实的写作根本不是这样 那是人家编出来彼此互相弄个口号来自己骗一骗 我等一下就讲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这样很好耶 大家都把自己的教养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要回答的是 其实他是故意把时间弄得这么快 他藉由那个时间的短暂 那个时间的快速 然后堆叠出很多很多的事件 然后呈现出那种非常 如果十分的话你可以答对大概三到四分 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写作的观念在里面 为什么时间那么快 我现在开始提示了 一转眼四十年就过去了 为什么我要这样写 为什么 高行健有一篇小说 他的题目叫车祸 你知道吗 写了两三万字 只写那十秒 结果是一个男生骑着脚踏车 被一个公交车快要撞到的那个沙纳 然后他就开始描写公交车 公交车驾驶的心情 那个骑脚踏车的心情 围观的心情 有没有发现十秒 为什么 呈现出那个东西的重要 对嘛 那为什么我现在让他时间变快 细节的东西不用表现 对嘛 因为他不重要嘛 但是我又要保留他 所以他就被迫用最精简的文字 来把事情做一个最简单的交代 请各位记住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叫做剪裁 什么东西我要加强它 凸显它 那我就用大量的文字去描述它 等一下会出现这种情况 等一下也会注意看 好 现在我要问的 这个题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嘛 不是有三句话吗 那这三句话 有什么意思呢 诶 老师你又要抢答 OK 你已经变成指路二了 没发现 对 然后这三句话其实就是强调出 附近在这么绝望的环境跟 印象的乐观的事情 OK 很好 好 请各位记住 这个我们下午也会讲 你要让别人印象深刻 让这个主人翁讲话 但是不要讲太多 你看他只有讲三句话 还有我问各位 朱志清的爸爸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发生两个重大的事情 一个是妈妈过世嘛 一个是中年失业 中年失业很可怕 我们不管他的原因 原因有人说什么 娶小三啊 什么亏空公款啊 这不管 但是重点 他中年失业之后 很可怕的 因为他要养小孩 要养太太 可能还要养一下 他的妈妈过世了 但是爸爸再不再不知道 反正对男生来讲 中年失业都非常可怕 诶 结果谁在哭 那他爸爸在哭吗 结果他爸在干嘛 讲话在干嘛 讲话在干嘛 各位懂吧 所以这个时候 朱志清就透过他爸的三句话 去凸显他的内在的坚强 我告诉各位 各位不会写作的人 你会加三个字 父亲坚强地说 请各位记住 不会写文章的人 误以为所谓的文章好 就是文词很华丽 文词华丽怎么表现出来 就搞很多形容词 这个就是最不会写作的人 真正会写作的人都知道 最没有效力的词就是形容词 比如说我现在讲张卫诚很丑 红歌 那你没有看过他的人 我怎么知道他丑成什么样子啊 对吧 你就给他加一个夸试嘛 张卫诚丑到连苍蝇 都不想停在他脸上 这些东西都总比你形容词好 因为形容词没有效益 对读者来讲没有任何效益 还有你看朱世青他爸爸有跟他讲说 你看如果他爸的反应说 对啊 我也好可怜 我们去CV都没买木炭 所以你看他爸的形象 在朱世青的笔下 他要在小孩子的面前 永远都要互作坚强 哪怕遭遇这么大的挫折 那怎么表现出来 让他爸讲话 用言语去凸显 就外在的具体的言语去凸显 他内在的这种抽象的东西 OK 请各位看 第四段 很简单啊 第四段